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自由3C頻道 我是記者黃兆祥 那蘋果在上個月正式發表了全新的iPad Pro 那我們可以看到有兩個升級重點 第一個是全新的相機鏡頭 另外一個則是加入了巧控鍵盤 有很多討論都在說 iPad是不是越來越靠近筆記型電腦了呢 好我們今天就來邀請達人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歡迎陳寗 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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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ad Pro平常就是用觸控操作 那為什麼這次蘋果要這樣 使鍵盤多一個觸控板呢 其實是因為這個iPad 如果說真的你有把它放到工作場域 你會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用手指其實沒有辦法做很精準的操控 一個很簡單就是選字 你要選字的時候 用手指是很難選的 然後再加上現在因為蘋果一直要推 可以把它當筆電用嘛 所以有那個巧控鍵盤 那你把巧控鍵盤這樣裝著立著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用手指去戳 我只能說假博士說的是對的 你看看起來真的很蠢 所以有一個觸控板跟滑速是很必要的 那其實它不見得一定要用巧控鍵盤 你用個藍牙滑速啊 或是USB直接插 也都會出現那個小小的優標 那用起來真的就很好用 其實就是筆電嘛 蘋果官方讓我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話 它就是說 你的下一部電腦非電腦 你會怎麼想這句話 我覺得從兩個方面來看 第一個是使用者 iPad我們隨時背包拿出來 站著就可以按 對 可是你拿著一台MacBook的時候 你就這樣捧著 然後覺得 好像是什麼工程師出巡的那種感覺 就很難 所以就使用者來說 確實如果我們可以就帶一台就好了 像他們這樣沒有費用筆電不可常遇 其實這個iPad確實是可以取代 可是從商業角度來看 其實我坦白說 Mac它其實大家都面臨一個狀況 就是筆電飽盒 你買了一台筆電 你可能用三年 那這個時候蘋果沒辦法再賺你的錢 所以在賣你一台iPad 這是一個新的市場 那再加上平板電腦 其實漸漸的你會發現我幹嘛要買一台平板 我們都講說這個 買錢生產力買後愛奇異 所以我為什麼要再買一台iPad 所以蘋果其實為了賣這個iPad 想很多方法 其實你把iPad 插USB插在Mac上 可以當外接螢幕 然後也可以當繪圖吧 所以這些功能 就是讓蘋果讓你可以買更多 這次有講到就是 iPad Pro多架了一組全新的相機鏡頭 像它多了一組超廣角 還多了一組光學雷達掃描儀 那你會怎麼看iPad Pro的拍照功能 這樣講好了啦 會用iPad拍照有兩種的 第一個是年紀比較大的人 而且他們用的很熟練 即便他有iPhone他還是會怎樣用 第二個其實是我最近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我的影片其實大部分都用iPhone拍 因為4K嘛 那一支影片11G 這個要用Airdrop 直接把它傳過去是有困難的 所以如果這個時候 可以直接把iPad加起來拍 會方便很多 所以iPad拍影片是有必要的 所以你會覺得iPad Pro 其實有點走向 監控螢幕加一個攝影機 可以這種感覺 你說它是有剪輯功能的攝影機 也是可以 那我們這次看到 蘋果第一次加入的是光學雷達掃描儀 這個硬體好像是蘋果第一次出現 你覺得這個會帶來什麼樣的改變嗎 其實這個東西坦白說就為了AR 因為蘋果它花了很大的力氣來做AR 我們在WWDC跟蘋果iPhone發表會 看它玩AR已經看了三年 對 如果各位沒有自己玩過的話 你會發現那AR不好玩 因為它在掃描那個平面 不一定精準 對 不一定精準 然後現在有很多AR應用 比如說IKEA 你可以把家具放在這裡 然後或者是Google你 Google獅子就可以放一隻獅子在你家 但是你會發現那隻獅子 要嘛就站在半空中 要嘛要站在奇怪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那個平面掃描做得很差 但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蘋果的裝置現在玩AR 其實還有一點雷格 以前平面是用影像算出來的 就是它用攝影機的平面 但是現在沒有了嘛 它用那個LiDAR就可以解決 所以我在想 如果等於iPad Pro新的出來之後 那個AR應該就會很好玩 我們剛剛聊到了相機AR跟觸控板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iPad Pro真朝向一個非常不一樣的設備在賣進 我想回到一個重點 就是iPad Pro真的會取代筆電嗎 它跟現在它的最大競爭對手 微軟的Surface系列比 它又有哪些優勢呢 其實我覺得要看你的工作型態 學生我是最不建議買iPad 因為學生我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你的學校的系統 現在很多學校系統還是很古老的 就是你還是得用 所以我會建議你還是買 不管Mac也好 PC也好 先買一台筆電 之後你有錢再買iPad會比較好 那第二個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你的工作還是一定要用 PC 或者是就一定要一台電腦 有些人的VPN有的公司 他一定要用VPN VPN有的他就只出了 PC 版 要不就出了 Mac 版 你的iPad要用根本就有困難 所以像這種情況 或者是有的人像會計系統 然後什麼千層的系統 一定要用電腦 如果是你就有這個東西 你還硬要轉到 iPad 那真的是跟自己過不去 那你剛剛講的那時候 跟微軟的筆電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最大的差別 叫微軟筆電是完整的作業系統 它是完整的桌面型的作業系統 所以你拿著是可以用平板 然後你把它放著桌子 甚至你外接跟螢幕 都可以當筆電用 這是最大的差別 如果說你今天要一個平板 就是你隨時可以這樣拿 抽出來就可以用 但是又想要一台筆電 那買微軟的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iPad 我覺得就是取代掉這種 就是我既不想要帶筆電 然後我也不想買一台Mac 好 我們今天討論就到這邊 那聽了這麼多達人的分析 相信你對於iPad跟MacBook之間的未來 跟區別一定更加清楚了 好 那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